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注視觀眾跟粉絲跑掃描 可以要扣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大選進入倒數五十一天 今天一早蕭美琴國際記者會上面強調 美中現在最大公約數是維持台海和平 而這一個賴清德下了軍令 要求總統要衝高票 而且立委要拼過半 同時呢 黃志賢在臉書發文說 藍白到底如何棄保還在大戰 但是藍寧還沒有意識到蕭美琴可能帶來的威力 但是呢 藍白今天的氣保站 演到這一個嗨亞飯店 而且據說要包飯店包房間 然後要等人一起住 所以到底誰是戰犯 今天晚上三個是不是要三批住 然後同時 這個雙方在工房的同時 馬伴跟郭伴在哪裡開會都瞧不攏 所以外界在觀察的是 這個如果在馬伴喬 那馬就是新的貢主 如果在郭伴喬 郭就是菲律新的最大time call 所以呢 大家搶主導權跟代理權 搶到一團混亂的同時 藍寧的強硬派直接酸哭皮說 國民黨一定要戰到底 有什麼好哭的 而且國民黨要光榮戰敗 但是這一回合呢 事實上這四個人的這個契約 到底是不是會選 到底有沒有違反選罷法 這也有法律上的爭議 這背後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商譜大哥 大家好 再是吳坤玉 大家好 再是張義善 大家好 再是上一夫 大家好 再是李正浩 大家好 李正浩今天綁頭金 但是今天一早呢 這個新聞版面呢 看的是蕭美琴 但是藍白呢 準備睡在海亞飯店 海亞下面現在據說呢 反正也是媒體記者 在等待最新畫面 不過我們看一下 今天一早 蕭美琴的國際記者會 I must say that in this new role that I play I shoulder a much heavier burden especially under present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circumstances the democracy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aiwan is a very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that we will shoulder as we move ahead in the campaign and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pragmatism and balance that I have referenced has been a very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y work in Washington D.C. as I must balance multiple stakeholders and varying interests finding that largest common denominator of our shared interests in peace prosperity for our peoples stability and of course protecting our democracies I am committed to joining William Lai in leading Taiwan ahead in defending and protecting our democracy our freedom our basic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our people to build greater prosperity in our society 正好剛剛看到的是蕭美琴 今天一早的國際記者會 他再度強調美中現在最大公約數 是維持台海的和平 那賴清德也下軍令 這個要拚國會過半 不過呢藍白還在炒 而且炒著今天晚上要睡 他也要飯店 對 狀況是這樣 因為這個蕭美琴 昨天正式成為民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那蕭美琴被稱之為讚貓 對不對 他成為民進黨的這個副總統候選人 他的起手勢到底是什麼 大家都在期待 今天一早就開了國際記者會 這個國際記者會 現場人非常非常多 據說有人去統計過 現場光是外媒就來了四十家以上 那來了四十家外媒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秘密麻麻全部都是外媒 也有台灣媒體喔 不是只有外媒 就是中外媒體 台灣的跟外國的媒體都有 然後呢現場其實有人去回報 我特別去問過四十家外媒 當然來六十個外媒的記者啊 所以一家媒體可能來兩位 甚至來三位都有可能啊 那在這個記者會上你可以看到 蕭美琴跟過去喔 不管是藍白的候選人 都有很大的差別 你可以看到 他是自己一個人開記者會的 他旁邊沒有像侯友宜帶尿布 帶保姆 找這個陳以信 他也沒有像柯文哲 躲在姐姐媽媽後面 叫黃三三出來開記者會 蕭美琴是一個人開記者會 蕭美琴也都一個人開記者會 對 他是在出現什麼東西 我蕭美琴加入了蕭美琴的團隊 我能夠穩定所謂的外交關係啊 那我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 是蕭美琴在這個記者會上 因為有外媒也有台灣的媒體 如果是台灣的媒體 問問題 蕭美琴就用中文回答 如果是外媒 蕭美琴就用流利的英文來回答 所以他也在這個記者會中凸顯 他駐美代表並不是白幹的 而在記者會的過程中呢 有非常多敏感的問題 他也都沒有回避 第一個談到兩岸問題 哇這是非常非常敏感 他直接說 台海和平是美中的最大公約數 一句話就把問問題的人將軍了 第二件事情問習近平曾經 承諾拜登短期不公台 大家問蕭美琴要怎麼看這件事 他的回答也非常有技巧 他引用雷根的名言信任 但是要核實啊 那個時候雷根呢 因為面對到這個蘇聯嘛對不對 有很多訊息的時候 雷根就喜歡用這句話 信任但要核實啊 所以蕭美琴不知道是準備過 還是信守年來用了這句話 也非常非常漂亮回答這個問題 再講到中國制裁 因為蕭美琴呢 也被中國宣佈是制裁名單 那很多就有媒體問蕭美琴 說中國說要制裁你 請問你當了副總統之後 會不會成為兩岸關係的阻礙 哇這題不好回答啊 蕭美琴說不是只有我被制裁 我與許多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同時被制裁啊 換句話說他其實用一個非常巧妙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這個制裁不是我蕭美琴犯錯 而我是站在民主自由的一方啊 另外連藍白和蕭美琴都有回答啊 這是高度政治的話題對不對 蕭美琴說能做的不是在旁邊看戲 而是讓自己能夠變得更好 哇這回答有點不卑不亢 所以蕭美琴基本上今天這場外媒的記者會 絕大多數的人對他都是於於好評啊 也展現出他在外交的視野 也展現出他跟賴清德的互補啦 所以在此時此刻呢 賴清德也特別下了軍令狀啊 除了總統要贏之外 立委也要過半啊 那立委過半呢 在民進黨角度當然有非常多五五波的部分 但是其實也有這個區域 不分區立委的部分 那不分區立委呢 我不要特別置入我的活動 但是大家有眼睛都看到我頭上綁了什麼 當然就是希望說不分區立委 也可以盡可能多爭取幾席啦 好就是這一大塊 那另外一塊呢 回到今天藍白河的事情啦 對不對 藍白河狀況是這樣子 藍白河約莫 約莫在昨天的傍晚的時候呢 郭台銘在他的臉書貼了這個 兩份通連記錄啊 通連記錄這個穿上課記錄我秀一下 但是這是一份通連記錄 另外一份通連記錄是這一份 這是通連記錄 這個通連記錄呢 很細很細 時間地點幾分幾秒內容 全部都有啦 所以這個事情呢 台灣講非常非常不尋常喔 郭台銘貼了這個通連記錄之後呢 其實他的臉書沒有字字片語喔 只寫了 只把這兩個通連記錄丟上去 就結束 讓大家各自去解讀 那我們就認真去解讀 那因為呢 昨天是禮拜三 我用禮拜幾來形容大家 比較可以接受啦 比較聽得清楚 這個通連記錄呢 首先先揭露了禮拜二晚上 郭台銘跟柯文哲的互動 郭台銘那個時候 在晚上的時候 跟柯文哲吃晚餐 吃晚餐的時候 侯友宜就急急忙忙打電話過來 打電話過來的時候 因為郭台銘在跟柯文哲吃晚餐嘛 當然不方便接 所以就按掉 幾分鐘之內 侯友宜又打電話過來 結果呢 郭台銘很幼稚 還跟侯友宜講說 欸郭台銘打來了 郭台銘打來了 然後不能接 然後又掛掉 結果一直約莫到 禮拜二晚上 十點三十幾分的時候 柯文哲走了之後呢 郭台銘來打電話給侯友宜 侯友宜呢 因為這個對話內容 郭台銘有揭露齁 三件事 侯友宜說 拜託大哥大哥 郭台銘是我們大哥 拜託你當統哭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郭台銘允諾當統哭 因為郭台銘平生 最喜歡被叫大哥 那第三件事情呢 這個侯友宜說 好 那我們三個見面 郭台銘 柯文哲 侯友宜三個見面 不要帶其他人 好 這是禮拜二晚上發生事 那禮拜三 也就是昨天早上 大家可能記得嘛 戰狼小姐姐 陳志涵 還有這個黃珊珊 特別開了一個民調記者會 臭罵國民黨一頓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在這開記者會之前呢 這個郭台銘跟侯友宜 就有通電話囉 侯友宜大意思說啦 啊不是說要談了嗎 怎麼柯文哲還派人臭罵我 這樣不對 然後郭台銘就說 好啦好啦我去喬一下 郭台銘就跟柯文哲講說 欸柯主席啊 你們不要這樣子嘛 以和為貴 以和為貴 那柯文哲說沒辦法 彩通通出去了啊 所以我們表面上 該做什麼衝突還是要做嗎 私底下我們繼續談嘛 郭台銘說也有道理 所以他們就約了 昨天晚上要見面 郭台銘柯文哲跟侯友宜要見面 結果沒想到 郭跟柯啊 痴痴的等 就是沒有等到侯友宜啊 結果五點多的時候 侯友宜在高鐵被人家堵住了 堵住的時候 其實就問說 侯市長你不是要去 跟郭台銘見面嗎 侯市長說沒有啊 我去台南啊 去台南什麼行程那麼重要 李全教 幫李全教暫談 結果昨天就破局了嘛 對不對 那今天一早呢 郭台銘跟柯文哲呢 又在信義富邦 就郭台銘家痴痴的等 痴痴的等 結果等等等等 又等不到侯友宜啊 結果搞半天啊 侯友宜 竟然在馬英九基金會 的辦公室等這兩個 一個人就說 你要見我 那你過來找我 另外一方說 那你要見我 你來找我 這兩個人都三歲 郭三歲 柯三歲 跟侯三歲 很幼稚啊 很幼稚 那最後就說 那不然好了啦 我們不要這個 誰欺負誰啦 我們就約在軍樂 Gran Haya Haya見面 Gran Haya見面 算第三地啦 大家都近嘛 好不好 結果呢 沒想到郭台銘跟柯文哲 先去的時候 又痴痴的等 又等不到侯友宜啊 那所有媒體 文豐呢 全部都在軍樂呢 這邊在那邊 等等等等 結果沒想到等了半天 侯友宜 本人不到 找到他的核心幕僚啦 謝震達 江俊廷等人 去現場 說要去見侯友宜 那就是不想談嘛 對不對 對方是郭跟柯 你派 錢震宇 然後這個 謝震達 江俊廷要幹嘛 請問有什麼共識 你可以牽制嗎 所以呢 現在這件事情呢 看起來 至少在我們錄影的時候啊 侯友宜又變卦了 那郭台銘非常非常生氣 說 欸是你自己打電話 叫我當統哭的欸 是你自己說 大哥大哥求求你的欸 結果侯友宜 你為什麼又變卦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呢 那我先打個唱 那你怎麼解讀 他們連會面的地點都談不容 他們本來一開始僵持是 一個說要在馬辦談 而且還說馬英九在馬辦等 然後一個說要在郭辦談 郭家談 然後最後郭柯殺到海亞談 然後下午的消息說 他們要在海亞睡一晚 他們歡迎侯友宜一起睡 所以他們感覺 要在海亞睡三批 這是他們新的方案 然後侯友宜的方案說 來過來馬辦談 我就等你在馬辦 你怎麼解讀各自在 這一個地點的角力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侯友宜到現在沒有說 郭台銘公布的對話紀錄是錯誤的 所以換句話說 侯友宜確實有打這通電話 對不對 而且也有說大哥大哥求求你 對不對 確實有 可是中間又發生什麼變因 不知道 導致侯友宜 又從這個希望跟柯文哲談 轉成這個主托派 沒有到主戰喔 托喔 一直托一直就主托派嘛 對不對 什麼原因不得知 但是 七七八八跟柯文哲的幕僚差不多嘛 兩個人都想合 合的過程中就可能當副手 一變副手 幕僚都沒飯吃 所以你只要幕僚一介入 所得到所有資訊 一定都是不要談 不要談 不要合 柯文哲的藍白河 就這樣毀約的嘛 侯友宜可能也發生這種事情喔 那今天到底發生什麼事 坦白講不得而知啊 你如果要在這個郭台銘這邊去見面 也沒問題啊 大家不要放消息就好啦 對不對 就沒有誰去見誰的問題嘛 而且呢 如果侯友宜去見郭台銘 最後才破局 就可以說我身段很軟啊 所以到底為什麼改到Green High 而且又說原本吃下午茶 改到要過一夜 不過台銘我真的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而且他們過一夜說不能帶外人 然後一堆記者在外面等他們 然後他們三個男人要一起過一晚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正論節目主持十多年 主持到最後是三個男人睡一晚 這個就是高中首次要在外過夜的時候 不能帶媽媽喔 不能帶媽媽 對不對 那柯文哲就帶媽媽嘛 媽媽會壞事嘛 那柯文哲就說 那你我不能帶媽媽 那你不能帶爸爸喔 他爸爸是金服衝嘛 對 侯友宜爸爸媽媽 因為爸媽來就壞事嘛 你要百年好合 就不能有爸爸跟媽媽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今天也沒有藍白河 他沒有合成 也算是聰明啦 因為今天有搶救王毅川大作戰嘛 算是流量怪物 蓋屏喔 他們如果藍白河今天會沒新聞 所以就拖到明天 拖到明天 那明天到底會不會合呢 坦白講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評估啦 沒有人敢先去递表啦 誰先递表 誰就是破壞者嘛 對不對 所以最佳重 所以他要逼我們明天開live節目 沒有沒有沒有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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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明天 明天 明天最有可能是怎麼樣呢 4點30分的時候 柯文哲跟霍瑞到了門口 到了門口 你看我我看你誰都不敢先递表 然後互相撐撐撐撐到4點59 重啟啊 表弟過去 那就OK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一定會撐到最後嘛 對不對 所以顯然啊 這出這個藍白河的長壽劇 長壽劇 可能要到明天才能見分曉 創下怎麼解讀 連地點都喬不容 其實這個地點喬不容的原因是 這是一場藍白河最後的 馬寶和媽寶的爭奪戰 是馬英九的寶貝 還是柯文哲這個媽寶 現在找到一個黃金桶孤 所以整個人在做最後的一個爭奪戰 其實這整個戲喔 你在看起來他們是在做一件事情 如果破局之後 藍白將來棄寶的至高點 而這個至高點的爭奪戰 目前看起來是侯友宜呢 自己不夠勇敢 自己送了上去之後 把頭伸出來給人家扒 所以呢 昨天的時候呢 兩方的學者在那邊 討論6% 5.96% 討論完完的時候呢 郭台銘突然PO了這個對話紀錄 郭台銘自從跟上次被坑了以後呢 顯然有錄音 顯然做得很準備 所以裡面郭台銘第一次想出了結論 就已經吃死了侯友宜豆腐 第一個 郭台銘您是大哥 大哥 現在他就變成大哥了 先前的時候不是什麼江湖再走信守要有嗎 現在你叫我大哥了 再過來 你是我們兩個的老大 哇 又把郭台銘捧了 然後呢 你是最有聲望 最有人力的統估 那郭台銘真的很需要 因為他後面呢其實關鍵就是我畫紅蟹這句話 我們兩個都希望你不要去登記 所以郭台銘就在等一個 所以柯侯唯一共識 就是拜託郭台銘不要登記 對對 就是柯侯其實對於如何分配是沒有共識的 但是他們都希望郭台銘不要登記參選 這是唯一共識 那對郭台銘來講 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嗎 他要做一個轉身 你們都拜託我不要登記 他這個狀況如果他不登記 他可以對那90萬的連署有交代 但是你們要讓我做統估 可是這個統估裡面 後面的局呢 就是郭柯在結盟了 而在結盟之後 侯友宜呢現在是被壓著打 怎麼講呢 裡面郭台銘放出了訊息裡面 你是你來拜託我大哥的 就早上呢 你是奪命連環扣給我的 然後結果呢 約好了你不來 所以呢 黃世修還要出來講說 當時他不太高興 這個東西就是在做這個期出來了 再過來呢 就在塑造整個侯友宜 是落落的 侯友宜想合又不敢合 他其實在塑造這個制高點 所以後面的時候再講了 那今天早上 本來講說我們最後的結論 柯文哲約三方嘛 但是昨天沒有約 一天早上就說有約了啊 柯文哲約在哪裡 約在郭台銘家裡 那個主導權就是郭爸爸家裡 郭才是真正的一個公親 那這個公親是在郭 那侯友宜如果去的話 那不是被壓著打嗎 所以侯友宜就跑去了馬半 但是後面奇特的就是那些臉書 等一下會細節講臉書 臉書那個時候 柯文哲突然講說郭台銘是我們的戰友 而這個戰友我在看的時候 就跳出來的時候 不到20分鐘黃世修就按讚 那是什麼意思 郭柯其實對這個臉書有共識 有默契嘛 但是戰友並沒有說誰贈誰負喔 就是他們會結合嘛 那戰友後面我們會 等一下我會解釋什麼叫戰友 再過來呢 所以侯友宜那邊就壓著 就說我跟馬英九在馬半等你喔 結果都不回應 那不回應之後 但是侯友宜裡面也有個沒尬 你不是打電話給郭台銘請你當統估嗎 但是最早出來的時候是等柯文哲 沒有馬英九 那沒有郭台銘 結果郭台銘再發臉書 說跟柯文哲聊得很高興 然後接下來呢 柯文哲就貼出來了 我們在軍院等你喔侯友宜 所以你看他們兩個人是在結盟在一起 就是在如果不人和 侯友宜你是戰犯 將來棄保的制高點 是在他們這邊 在塑造這個狀況 然後侯友宜呢 只能抱著馬英九 因為郭柯絕對不會去馬英九那邊嘛 那是馬英九的主場 到時候被馬英九壓著罵 但是現在是郭爸爸當黃金桶姑對不對 還可以包下所有的軍院 搞不好今天晚上 把100大樓最頂樓 他們就可以共同賞夜 我跟你講你看今天一大堆記者 然後這些記者如果要陪他們玩過 今天晚上過夜 還要玩到明天中午的話 郭台銘真的要把整個飯店喔 打包下來給記者照顧一下 你看這些記者多辛苦啊 然後陪你們玩 然後你們事實上今天也不會決定 你們何必浪費這麼多社會資源呢 而且這些記者難道讓他們在韓亞外頭打地鋪嗎 那怎麼OK 這像話嗎 郭台銘你說像話嗎 所以他包飯店才像話啊 對他來講是小錢嘛 本來就想說要划8800億了 現在只划8.8萬對不對 錢有很多嘛 小錢啦 但是後面其實你知道這個局再走下去 走什麼局 就是因為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合了 郭台銘是公親 那就是郭台銘搶了馬英九 這個公親的這個位置了 所以這是代理權戰爭嘛 對 就郭台銘湯科合了 郭台銘就是菲律最大湯科最大公主嘛 那馬英九就廢了嘛 那將來可能就改成郭爺爺回中國握手的嘛 郭爺爺您回來了 您終於又回來了 因為馬英九本來要當菲律最大公主 最大總代理嘛 那總代理這一次沒有執行任務 打成的話 那他的代理權就可能被郭台銘搶走嘛 對啊 所以武漢的稅務局 搞不好還會跟他講說 啊郭董啊對不起啊 我們弄錯了 8點8萬還給你 都有可能 武漢就會辦 郭爺爺您回來了 您終於回來了 那另外一個是 如果分了以後 那今天他們也講了嘛 為什麼叫佔有 佔有的意思就是 好吧 那就明天中午12點 各自登記 那可是責任不是我嘛 但是不是我之後 郭台銘會繼續選 那郭台銘 他有90萬的連署 大概有5%到7%的票 OK 他選下去有個用處 把他們hold住 OK 不會跑 那我們記得1998年 台北市長王建宣 2000年的李敖 hold住那些基準選票 最後再做一個暗示 那就可以他要轉移給誰 那就變成是棄保的制高點 但是從今天這個局面來看的話 基本上郭柯河流 那侯友宜只能躲在馬英九的羽翼之下 希望能夠馬寶 對抗馬寶 能夠成功 好 易善今天一早 蕭美琴就開中外記者會 那國際間高度關注台灣這場選舉 然後呢台灣今天整個新聞版面就兩個戰場 一個戰場是蕭美琴的主導的記者會的核心戰場 因為這裡頭的議題都很尖銳 然後另外一個戰場從馬半年到郭半年到海亞飯店 對 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郭柯喉今天如果有時間看蕭美琴的這個國際記者會 可能更不想合了 為什麼呢 因為都不想做副總統 因為副總統要推上蕭美琴 更難打 因為那個整個氣場跟格局 就是跟所謂的郭柯喉的格局完全不一樣嘛 一個副總統你都比不上 你還想選總統 這個就是我今天對蕭美琴的一個評價 為什麼呢 因為蕭美琴這個四年裡面 其實他透過國際關係讓所有全世界關注到台海議題 才在APEC會議裡面 習近平說沒有所謂攻台計劃嘛 一方面是在國防上面 我們包含潛艦國造 他沒有必勝的把握 再來就是說如果他打台灣 在台海鬧事的話 會備受國際的壓力跟譴責嘛 所以這個是蕭美琴這四年裡面 他的最大的一個作用 就是讓全世界關注到台海的議題 讓習近平不敢輕易動武 這個當然是蕭美琴 這個必須做 所謂賴蕭沛 為什麼大家這麼關注 這麼重視的一個原因嘛 但是中共知道了 如果讓民進黨賴蕭沛繼續執政的話 他未來八年 他可能攻台計劃會不斷的往後延 所以他必須所謂的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那買台灣就必須要有人賣啊 賣的人是誰 就是他要介入台灣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介入藍白河去喬出這個總統 未來的這個台灣代理人嘛 這個台灣代理人會是誰 所以他郭台銘為什麼八萬八 我開玩笑說鴻海一張股票 從九十四塊最低點買 現在今天一百零二塊就八萬八了 一張股票就折了 你這個不會做股票的 那如果買在一百一的 現在還套牢 對啊我說九十四塊 那你買在一百一的 現在套牢的錢 購你去嗨亞住好幾晚 還不用給這個郭台銘買單 所以郭董嗨亞的錢 根本根本不算什麼嘛 因為已經現在回到一百零二了 所以說一張股票漲的錢 他已經夠付這個罰款了 但是為什麼高高舉舉輕輕放下嘛 他需要郭台銘去執行部分的任務 這個部分的任務就是公開行程 他就昨天公開行程嘛 我選擇不站邊嘛 我作為候選人變tanko嘛 他tanko的目的說我選擇不站邊 而且我的選票他其實已經說服 中共那邊說我的選票 其實不具關鍵的影響力 所以我的選票我即使選或不選 其實都不影響戰局了 但是我願意在所謂藍白之間 這個會影響戰局這裡面 做一個tanko 所以侯友宜也答應了郭台銘 現在變成侯友宜反悔 為什麼他看到柯文哲的狀況嘛 柯文哲被馬英九騙進去一次嘛 所以他不想要被郭台銘騙進去一次嘛 所以他今天選擇站在馬英九那邊 那郭台銘 柯文哲選擇跟郭台銘站在一起嘛 但是這個破局的責任到底 我覺得不是說 我先打個岔 剛剛最新消息 侯友宜跟馬英九都要去哈亞了 4點半要去哈亞 然後郭台銘用了倒數計時器 但是要講就是說 在哈亞之前 郭台銘跟柯文哲其實已經站在一對了 也就是說他們如果今天晚上沒有談出來 他們希望把破局的責任 就推給你國民黨嘛 未來我柯文哲跟郭台銘跟中共的關係 不會因此而打壞嘛 這個才是關鍵的 他們要在那個習近平的小本本裡面 不要被打擦嘛 所以柯文哲先講話了 說我跟郭台銘已經站在同一隊了 這個是一個小時在比柯 接下來郭台銘就跟同時發文 我相信是在郭台銘的家裡面 同時發對了稿子之後 先由柯文哲先發 說我跟郭台銘站在同一隊 然後郭台銘講說他希望藍白郭 能夠三方會談嘛 所以郭台銘跟柯文哲 站在同一隊的情況下 如果今天晚上破局 那很很清楚的破局的責任就是國民黨 這個就是三角形裡面兩邊 成對第三邊嘛 另外就是所謂的棄保嘛 就是如果未來郭台銘不選 選或不選都會跟柯文哲 站在同一邊的情況下 未來的棄保你的破局責任者 他的被棄的可能性就更高 所以郭柯合在一起 就逼迫的侯友宜 國民黨必須面臨選戰的棄保嘛 最後當然在跟所謂的破局責任要推給國民黨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郭柯和未來會怎麼和 其實已經談到所謂的交叉持股的問題嘛 如果郭不選是由柯選的話 就可能是柯賴賴賴賴賴賴蝦 如果柯文哲不選 其實柯文哲不選的可能性很大喔 包含他進去所謂的私人會談裡面 其實他是想退的 是因為一些所謂的他背後的女人 不讓他退的情況下 所以他遲遲不敢退 如果郭台銘堅持要選政的 柯文哲退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因為民眾黨包含他的柯媽媽 對於所謂的郭台銘的信任度 是高過於侯友宜的 所以如果是郭台銘選政的 有可能就是郭黃沛嘛 黃珊珊是紅不分區第一名 調到變成是郭台銘的副手 所謂的交叉持股 其實之前的風聲 就已經不斷的傳出 所以未來郭柯和這一組 如果成行明天是三組候選人的話 賴銷郭柯或者是猴 不知道大家誰 可能就是猴柯啦 那是私人的問題 所以未來這三組候選人 是不是會形成怎樣一個變局 大家可以吃著看 張普怎麼觀察今天最新的發展侯友宜 馬英九也要殺去亥雅了 所以四個男人睡亥雅 這個慘不忍睹啊 那看到這個情況 我跟你講四批很容易又二比二 他們當時民調 他們必須再加一批 不然的話這樣會吵不完 我覺得說這個 我跟你講不是講旺安就朱立倫 還好他們沒有去神旺 神旺已經倒閉了 那所以他們去那個俊越 那我們到這個地方看到 未來會怎麼發展 我覺得到明天大家買單結算 我覺得當然柯猴合不起來 我覺得是肯定的 合的話掉票 對共產黨不利 對他們兩個都不利 所以現在的情況 我覺得說柯鍋 會某一種程度上會合流 鍋是個活旗 如果我是中共 我寧願他不跟柯合 寧願放到最後 才來導引那個風向 最後把關鍵少數壓到 那個名望最高的那掛上面去 所以我覺得最後他們三個 都會各自登記機會很大 當然我不排除柯鍋或者柯匣 會合在一起 但我覺得現在事先要打 這個先手旗其實不必了 剛剛一瞻講到這個問題 你看到柯文哲跟郭台銘 講到那個貼文裡面講到幾句重要的話 他說台灣需要郭台銘 柯文哲已經正式邀請郭台銘慎重考慮 為在野整合掛出重要的一步 沒有講重要的一步是什麼 是退選呢還是要柯鍋和 那另外說期待一起在隊伍裡面光榮前行 邀請侯友宜一起參與 共同奉獻義務反顧 所以你看這一篇文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站在未來在Plan B第二回合 棄保大戰的開始那個時候 搶奪主導權下好先手旗 這個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 中共到現在沒有壓寶 我看中共歷史跟中共在香港歷史 有兩個故事可以跟大家講 現在就是柯文哲的心法是怎麼演的 第一個 中共在1930年代打那個錦鋼山的時候 看到共產國際在照顧那個中共 毛澤東當時打人太狠 最後呢被那個斯大林 把他弄下來 當時有三人團 就是李德 周恩來等等 就當到留宿派的 之後毛澤東為什麼會能夠搶先 因為他文宣做得好 斯大林就可以回心轉意 最後把他在遵義會議的時候拿回來 你看在後面在2012年在香港 唐英年跟那個梁振英在競選特首 那當時整個中共系統一開始是灌到唐英年去的 因為他是比較能夠中庸 比較乖乖的 但是一個不乖的好像梁振英 就好像類比現在的柯文哲 就能夠不斷曝光 不斷搶新聞 來抹黑唐英年等等東西 最後梁振英被捧上來 所以這一種中共陰陽那個不定 而且隨時變換的那種情況是存在的 就是說柯文哲在台灣這一局裡頭 他玩了兩面手法 可是中國也玩兩面手法 他現在就算有兩組人馬 或者一組人馬 他都可以有非常有彈性的手法 的玩法 沒錯 所以我常常說三至到第二階段 氣保階段 就是明天五點鐘之後的氣保階段 都是活期 活到什麼時候 活到1月13號為止 而且當天之前才會真的會介紹誰是誰 所以這個還是我們昨天講的股票概念 對 股票沒有收盤 現在盤整都是真真假假 虛虛實實 最後一盤拉上去還是殺下來 很難說 很難說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現在都已經定著了 我們就要針對侯友宜 或針對柯文哲來打 其實現在這個活期 讓你摸著頭腦有不同的維度 跟你去作戰 而且他們展開個新的論述 就是一個庶民對抗精英的論述 其實這個地方才重要 其實我覺得在本土民主派 不要以為說 真的是一個年輕人跟年老人的一個決戰 其實不是 是庶民跟精英 換言之是窮人跟富人之間的一個決戰 無產階級的戰爭 對 這個地方你可以說是階級鬥爭 這個地方可以說是現在晚的一個訣竅 民進黨現在執政八年了 難以洗脫掉他是那個既得利益者 所以他怎麼樣能夠在政策上文宣上 把庶民這一塊固起來 這個很重要 另外一個中國因素 但中國因素有點疲憊 因為現在這個打這個東西 很難產生動力 所以這兩個東西有引擎可以打 但這兩條線索不好好抓住的話 我覺得賴清德後面的話 就很難去突破那個天花板 因為你大概要到五成 才能夠保住國會的國伴 所以現在有幾個 我昨天都講到了 高標 那個共產黨 希望那個非綠能夠贏的總統 中標 希望國會 綠營不過半 非綠過半 那低標 是希望夯實鞏固一個第三勢力 那你看到低標跟中標 他在佔優勢 在高標方面 現在在 開始變化整個棋局來玩 所以真正的戰爭才剛剛開始 大家拭目以待 好 昆育怎麼觀察今天的變化 今天喔 今天的變化 演到四批 他一樣 對 不舒服 所以在野整合簡稱 真的 再下去就不能看了 不能看不能看 那今天早上的整個 而且他們這四批 我簡單算一下 加起來可能逼近250歲 真的 就是因為他們其他幾個 因為有兩個是70多歲 兩個60多歲嘛 所以加起來應該是250歲左右 老人有老人的娛樂 我們還蠻要理解 悲哀 演到這裡好悲哀 演到這裡我要播給觀眾朋友看 蕭美琴的畫面 蕭美琴的畫面好看很多 多麼養眼 你看這個畫面好看很多 你看英文多漂亮 對 那四個人實在是 好 那個戲演到這邊 大家 今天那個有人問我們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說 那講什麼 說這個誰在誰家等 誰在哪邊等 然後說 這只能用廣告台詞 反過來用嘛 就是 表示 這個一個在豪伴等 一個在郭台銘他家豪宅等 那個就只有距離沒有遠船 你打個電話也可以嘛 遠船就不要 打電話會被郭台銘公佈 對對 所以現在電話也不敢敢 也不敢主動打 對 所以台灣最遙 現在台灣最遙遠的距離 然後就是馬伴到郡月嘛 然後這樣 你看這一段 走了幾個小時了 那麼 這些事情是 說 早上還有人在問我一堆 可能不可能的時候 我就說 不可能啦 因為今天是壞日子 今天是什麼壞日子 農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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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他們只以解除 你知道什麼叫解除嗎 什麼 解除就是掃清 掃清家裡面所有髒東西 好 來去掉這個煤氣 所以去海洋 對 不是 就解除嘛 海洋那塊地的門口 當年曾經壓過林雲的某些湖 對對對 據說也是有鎮壓過 對對對 就是解除嘛 所以 所以今天不可能有任何的事情 你看下面寄什麼東西都有嘛 寄架碼啦 坐糧啦 納醋啦 一看到架碼 我就覺得很敏感 很敏感 然後 所以 很敏感結果馬英九就出門了 這種 對這種 架著馬英九出門 然後結果 今天這種 這種日子是什麼日子呢 就什麼事都不要做 今天如果他們去登記了 那就 那就慘了 我覺得他們雙方也是打打談談 今天要以為 在亥亞 也是給他們想要 他們期待看到的人看 然後將來就算要撤或者要吵架 都要留下吵架本 對 那吵架本很重要 所以呢 郭台銘自從被查碎之後 閉嘴呢 成立了一個月 可是 最近幾天是頻繁的發文發臉書 你只有八萬八嘛 還沒什麼呢 然後 然後 我這樣簡單講 那個劇本 我跟你講他被罰的錢都可以買下哈亞 他應該可以直接買哈亞 什麼包哈亞太小氣了 劇 我跟你講現在這個狀況就是 劇本 台詞都已經寫好 結論都寫好 只是沒有人願意畫下最後一個句點 他是在逼對方 就要弄一個 想辦法做一個局 這個把那個 把那個句點畫下去 我們剛剛還在那邊聊天 還在那邊講說 郭董 他們就如果狠一點的話 他就在 他從那個 那個一進 一進這個誰 一進這個 哈亞的時候 對不對 他就把手機開擴音 對不對 就拼命打電話給侯友誼 對不對 那個 小猴啊 你不是叫我大哥嗎 小猴啊 你來不來啊 你什麼時候來啊 還過英 結果回話的是馬英九 對 阿羅馬 你要不要來一起來啊 這樣子的話就很糗了 對不對 我們這樣講 任何政黨也好 組織也好 我們要和 好 他有一個前提 有一個鋪陳 他之前的幕僚 或是他的領導人 好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事情 我們幾個要和了 好 說要合作做一件事情 我們哪一天晚上大家都有行程都會很忙 好像沒有關係晚上十點鐘 找個羊肉爐或姜母鴨坐下來聊個天 吃個飯可不可以啊 你連這件事情都做不到 你講說我們現在要變成政府總統 我們要一起打拼 我們的幕僚要點點點點 那基本上不可能 他們連碰面的地點都很難交 對都喬不點 他們就算真的合了 就算勝選了 我真的很懷疑他將來的聯合政府怎麼營運 怎麼運作 不要說聯合政府 連接下去的選舉 你就好戲看了 兩方的幕僚集合在一起作業 觀念思想 步調所有的東西通通都不一樣 那一定是吵架吵到死嘛 你只是把野戰變成內戰而已啊 對 那怎麼會有什麼好心的 創下之前就在講說 你看那個時候國慶河的時候 他就今天去問國民黨一個人 然後等一下轉頭就去問親民黨一個人 對 今天新聞就有了 對 那還不是說雙方對幹喔 只是雙方的邏輯跟 有些講話不太同調 他們就有 這個媒體就有新聞可以做 那你想想看這兩個 這個 你說大家在國民黨 拼命在罵黃珊珊主戰派 好像是什麼歷史罪人 請問國民黨裡面沒有歷史罪人嗎 沒有主戰派嗎 對 都有嘛 你這個雙方都沒有擺平 都沒有處理好 結果你就想要 想要這個 不可能啦 要不然你現在 照現在這個狀況 跟雙方的惡感 各方面堅持 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根本就沒有一個協議的味道 或妥協的空間 一副怎麼觀察這一局 我說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說今天早上開始 大家就好像在打仗一樣 找一個最有力的地形 對 當然 柯文哲 我想他死也不想見到馬 不然馬問他一句話 你為什麼說騙局 你為什麼說齊約會選 他見證人 前總統 然後見證騙局 見證齊約會選 這還得了 馬先問他說 你先解釋這個 你先 十五王那個 你在開爛大學講的話 先解釋一下 如果柯在那邊說 沒有啦 沒有什麼 馬如果出來叮他一下 柯也很難看 所以 猴在馬辦那邊等 我相信 柯 敵死不從 絕對不想去馬辦 那開玩笑 猴怎麼願意去郭家 去郭家 以後二打一 看地形也不利啊 對 我也不想去啊 所以 兩邊僵在那邊啊 去那邊二打一 二對二 兩百五十歲的對決 猴跟馬搞不好在裡面 罵那個柯文哲 柯文哲跟郭台銘在裡面 罵好友誼啊 我覺得你走到 走到這樣子的時候 大家尋求 地形最有力的 就我要 我要用我的所有的 戰備狀況的時候 我要發揮最大的火力 我要取得最大的戰果 一個戰果就是什麼 要嘛 誰當成 誰當成 我贏了 要嘛是什麼 破局的責任 誰來擔 就像大家講的 後面棄保誰的理由 藉口比較大嘛 那也是一個戰果嘛 如果說 舊責任在對方比較大的話 我搞棄保 我好弄嘛 所以 簡單就走來走去 就走這麼一回事嘛 郭台銘 我就講說 欸 罰8萬8以後 郭台銘好像活過來 對不對 活過來 但不要忘記喔 只有一個武漢市罰你8萬8 還有其他的地方啊 鄭州什麼 還有很多的地方 所以他今天演得很認真啊 他今天沒有在家稅 寧願稅 哎呀 稅的問題 只看到小罰一個台幣8萬多塊 土地的問題也要查 也還沒有結果呢 所以他要乖乖很認真到明年啊 所以啊 所以啊 就是說 他8萬8的時候 裡面是說 我讓你喘口氣嘛 你要做什麼 自己看著 不然把後面還有土地 還有鄭州 還有其他各地方的 各地方的稅 還是可以查 而且8萬8就是說 你在中國 我讓你壓力少一點 抖內少一點 你在台灣抖內就要多一點 就是這個意思嘛 我本來想要罰你1000億的 現在8萬8 你也有990 91億多 等額度 好好的應用 對 好好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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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你看得出來 就是說 如果說 郭台銘真的促成了藍白盒 其實他是最好交代的華麗轉生 可以不選 他是最好的華麗轉生 所以他很願意啊 他昨天才會PO那一些資訊啊 而且他那些資訊喔 洩露了其中一個科猴我閱讀到的最大公司 就是科猴都希望他不要登記參選 當然啊 當然啊 那對嘛 那所以他一定要堅持在他的地盤嘛 因為他要下台階啊 而且他還要代理權啊 他代理權也沒有要讓馬英九啊 現在馬英九要過去了代理權軍饗是不是 對啊 代理權大家產品分一下 你代理什麼我代理什麼好了 現在 所以這樣二對二會不好分嘛 不好分嘛 所以我猜說朱立倫或蔣萬安可能要進場 沒有那那那 這樣要表決跟分的時候比較容易處理 沒有那柯文哲就不要啦 柯文哲就不要啦 柯文哲就不要啦 柯文哲可以不要啊 可以不要啊 對啊對啊就破局嘛 破局也沒關係啊 那就 現在搞的很奇怪就是 好像郭台銘取代了 取代了朱立倫的 那個位置還不是角色喔 那個位置喔 那角色當然會不一樣啊 角色會不一樣 那現階段走到這裡 其實回過頭來 就錄影前我們都在問 現階段是誰比較急 誰比較急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郭台銘什麼叫你過來 你不過來 我們不過去馬辦 那妥協 我們去海亞 我約海亞 那你們方便過來嗎 那可以看得出來 誰相對比較急 好像不是猴比較急耶 因為我叫你來你不來 你叫我去我不去 結果我不要去你的地方 然後你說好我們換地方 馬上說我們換地方 來見面你來吧 那相對誰比較急 好像感覺是 猴哥那邊好像比較急啊 我感覺 柯比較急喔 而且我感覺昨天PO那個行程 就是郭很急啊 那 郭先開這一槍啊 郭沒開這一槍 我都不知道他們熱線你和我熱的這麼熱啊 對不對 還有一個問題 郭柯之間 如果藍白合不了 你認為 柯跟郭合得了嗎 背水一站站看看啊 無傷大雅了嘛 對郭來說我努力過我可以交代了嘛 所以你們兩邊不合我再去參加登記的話 中國對郭大概壓力也沒那麼大了吧 對 如果這邊這邊有機會和你還在那邊鬧 那你中國對你的壓力就大了 所以今天他要設這一局要過這一場啊 他過了開玩笑 過完這一場 郭也是第一重大警報先解除 如果這一關郭真的促成的話 中共搞不好說 上次你多報的稅我退你一千萬 哈哈哈哈哈哈 我雜算出來說 原來你有多報稅我退你一下 我退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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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退稅咧對不對 人促成我搞不好還退稅咧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國大人 當然這一局裡面只要藍白不合 其實 嗯 中共對他的壓力就相對會小 好 如果有可能和他在鬧 那相對壓力就會大 好那你覺得責任跟壓力就回到柯文哲身上嗎 那檢驗科 你的網路喔 這個空氣票很多 最後開多少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檢驗 今天如果真的四個人去開月 睡了一晚 明天早上 如果馬英九講的話對柯很不客氣 好 因為他是 他是科藥的見證人喔 你事後 你在你在 本集團的節目裡面講 喔那個聯合內閣是實驗性 我們從來都沒有 你看第六點最後兩段是我加的 結果最後變成奇約會選 對 你還開架嘛 變成奇約會選 我覺得檢察官先 先約一下柯文哲說 你說清楚到底有沒有奇約會選 因為奇約會選是你說的 好 馬英九如果殺這一招的話 氣保戰就先開打 柯就先受傷 就有可能 我就認為一件事 柯講到是騙局 講到奇約會選的時候 馬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對這些話做反駁喔 馬上哈佛博士台大法律喔 還沒有反駁喔 對啊 你看到那個大家都想互相推卸責任 賣力做給中國看這一場戲嘛 奇約會選龐氏騙局誰欠的 全部都有 你剛剛講的名字 誰沒有是共犯 每一個都是共犯 如果是的話 那些都已經按鈴身告了 我覺得說未來的變局 我覺得在於柯本身 那現在他怎麼跑這個遊戲 我一直看這個遊戲 我一直覺得說 如果我是共產黨 我是這個等於一個想像 我會說那個國民黨 還是我比較喜歡 因為有樁腳嘛 有一些人在那個地方 但柯呢如果跑得好 他能夠拋離開那個以後 拋離那個侯友宜的話 我會把整個壓到柯那邊去 所以這兩個活期 要怎麼運用 之後再來看待 好就是說共產黨 如果要長期 比較穩定交易的話 國民黨是一個 比較穩定的建制團隊 也比較可防可控 但是柯比較不可控 然後以及共產黨最後 要不要犧牲柯 才能夠保持這個 在台灣的競爭 我覺得柯跟猴今天都有機會 但是今天也都可能 隨時被犧牲跟被丟包 對 那我們昨天已經沙盤推演過了 他在台灣的實質影響力的 這些派系跟人馬 都可以實質有選票行為的倒戈 所以要丟包任何一個人都很容易 所以為什麼他們很難合 因為他們真的都在壓政治生命 而且一壓下去可能整個政治生命 就直接結束沒有 就翻過下一頁 好我們稍後回來